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233 众所周知最近的中国女排已经抵达荷兰这边来备战女排市井赛 按照日程的安排我们在9月25号的晚上8点将会迎来首个对手阿根廷 所以接下来的话除了阿根廷之外呢 我们后续还要面对对手像日本以及巴西女排这个小组最强的对手 所以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 这一次挑战性是蛮大的 我们也务必要做好最充分的一个准备 每一个对手的一个状态问题呢 对于我们而言影响还都是蛮大的 而就在最近在我们中国女排已经抵达当地进行备战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啊 在最近的一场热身赛当中 中国女排这一次小组的最强对手呢 却遭遇惨败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接下来的备战 包括小组赛而言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 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这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这一次市井赛来临之前呢 德国女排和巴西女排是上演的一场热身赛 对于双方球队的实力来看的话 其实啊 确实巴西女排的实力要更加优势 而德国女排呢 整体的实力排名呢 比不上对手 所以在其他那个情况下 在赛前呢 大家普遍认为巴西女排应该能够占据比较多的个便宜 而比赛一开始之后呢 巴西女排确实呢 也表现了他们强势的一方面 一开始呢 就取得了2比0的领先的一个地位 所以如果说巴西女排以加了一个局面进行下去的话 这场热身赛呢 他们应该能够毫无意外的拿下比赛 没有想到整个比赛在第三盘呢 却发生了一个今天大逆转 德国女排这边的开始发力 巴西女排这边的反倒是啊 这个败下阵来 所以最终的德国女排通过最终五盘的一个追局呢 以3比2大逆转的打败了巴西女排 取得了这场热身赛的胜利 所以说实在这次巴西女排在热身赛当中爆能采败的话 这个结果其实说实在 估计不管是对他们自己的球队 还是对球迷而言的 应该都是比较意外的 毕竟在过往的一个实力排名 包括战绩当中 其实巴西女排都是非常强势 也曾经多次是打败过我们中国女排是我们的头号劲敌 所以这次居然说意外爆冷输给了德国女排 这个结果啊多多少少呢 让大家是有些难以置信 当然其实通过这一次比赛的首败 我们从中也能够看得出来呢 目前巴西女排在整体的一个阵容磨合方面 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不够稳定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一次比赛的惨败 对他们整个球队的世系打击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一次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对于蔡斌而言真的是运气爆棚 一方面呢 这一次的热身赛狠狠打击了巴西女排这个对手 也暴露出了他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通过这一次的惨败 也能够吸取一些经验 后续能够更好的 以更好的战术去应对这个强劲的对手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在这一次的小组对手当中呢 巴西和日本队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如果这两个对手我们都能够找到办法去破解他们 去打败他们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小组赛呢 我们就完全有希望以小组第一出出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现在我们收获了来自于巴西女排这么一个利好呢 后续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争取小组赛 有更好的成绩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期待着蔡斌他们呢 能够好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仔细的去研磨研究对手 仔细做好备战 后续小组赛呢 能够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